鹿谷香内湖国小是著名的森林小学 今世典雅的中日和氏木建筑 更是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但多年来受潮湿环境影响 校舍也有多处损坏的情况发生 严重影响校园环境安全 急需来进行维护及修缮工作 我们学校是中日和氏的建筑物 在93年落成 距离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 部分的地方像木头的部分 已经有部分开始在绣食了 那有些地方我们围起警戒线 让小的孩子不要去经过 木造屋需要做固定的维护跟上期 然后让学生能够更安全 所以我们很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 能够帮助我们为学生的学习 能够尽一份心力 对于校舍损坏情况 内湖国小学生的家长都是十分关心 甚怕学子意外受伤 也希望设法改善以营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潮湿一点 所以说木造的架构虽然说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维护上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像比较下雨过后 比较湿滑的话 小朋友会比较危险一点 但在家长的角度 我希望小朋友在学校可以获得一个安全的环境 然后让环境让小朋友更安全的可以学习 日前经校放尘请后 县议员牛号也与县府相关单位人员到场会刊 判透过此次会刊能够重新检讨 再次向国交署提案 争取经费来修缮内湖国小的校舍 今天的话大家一路看到会刊 可以看到不仅是许多的教室 包括活动中心 它许多的一个木结构都已经有受损的情况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急迫 那过去陈欣校长以及教育处 也多次去提报这个国教署 但是因为经费的部分 一直以来都没有下文 还常常都是入案 那所以这次再重新再检讨一次 这次的一个经费上面的一个需求 还一起把优先的部分 特别做一个整理 再次做一个提报 那也希望说国交署也能够重视到南投县 还以及包括内湖国小 大家的一个需要 还能够尽快来协助 那以维护我们内湖国小教学的品质 以及校舍的安全 议长和胜芳也指出 内湖国小校舍损坏情况 严重影响校园安全 也呼吁政府相关单论 能够重视并紧速协助修缮 以提升学址在校活动时的安全性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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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